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地球生态的最后补现 尽管只占陆地表面积7% 却能孕育出世界超过五成的物种 森林中的它们用生命丰富地球 地球上的我们却摧毁它们的家 这些警讯你一定不陌生 只是我们太健忘了 忘了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森林 掌握人类命脉 这句话藏有什么秘密 我们节目团队飞往世界第三大岛 三分之二土地被热带雨林 所覆盖的婆罗洲找查案 未处沙劳月拥有世界奇景自然遗产的 姆鲁国家公园 藏有铁密钥匙 来到热带雨林宛如走进神秘古堡 想寻的宝藏必须走过蜿蜒道路 途中你会发现魔法布满丛林 生物忙着施展隐形树 夺木树 就连静止的树木都让人叹为观止 麦克在姆鲁国家公园担任导览员15年 眼前的一草一木都有漠视 如果有人在山洋中失去 我们只能拒绝了热带雨林 然后你能从距离听到的声音 树的一生竭尽所能抢救人类 我们对它又有多少了解 其实它身上隐藏一个孕育生命的圣地 被科学家称为地球上第八块土地 名为树冠瓷 为了揭秘鲜少人探访的树冠层 我们来到姆鲁国家公园的树冠吊桥 一探究竟 现在我站在30米的树冠 这些人类原本难以触碰的地方 如今就在眼前 对于树冠层 你可能还很陌生 先把眼前的大树 想象成一栋大楼 每一层的格局 采光都不同 从地面开始看 这一层被称为地背层 植物通常矮小 阳光多半被遮蔽 采光不佳 往上是灌木层 植物体主干不明显 树高不超过两公尺 再来看到的是灌下层和树灌层 这一层枝叶较为茂密 格局大 采光好 グル spong 这是我们这一层的箱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然后这一层箱的箱 箱的箱 箱的箱 这一层箱的箱 箱的箱 这是主要局所掌握的 快量的水泡 还在着 基礼的箱 Phantom 地角其底的箱 森林同样需要一把大伞保护 当大雨来袭 绿伞能挡掉过多的雨水 降低森林漆地被破坏 了解树冠层对于森林的重要性后 不得不好奇 为什么诸多生命都选在这里出生 来到雪霸国家公园的雪剑平台 是国家公园中第一座 也是最高的树冠平台 小心脚 本来高度在21公尺 相当于就是一般楼层的七层楼高 树冠层不只能保护森林同伴 在它大大的臂膀下 迎接许多生命到来 很特别的一开始鸟梅来 反而是一堆长脚蜂 跟一只艾石树蛙 等了好久 鸟类终于出现 最先来煮草的记录是终灭椅 就像现在听到的 好像按门铃的声音 滴滴滴 在树冠层的生物 其实是比我们想象中丰富很多 有动物植物昆虫 无脊椎动物 各式各样的生物生活在这里 然后它的种类其实不会比地面少 只是因为我们很少来这边接触 所以我们会觉得不了解 所以有人会说它是内太空 然后这边这条路走下去 就是刚才你们去的那个 徐家军林业事业所研究人员 投入研究20年 发现树冠层自成一个神秘活动 福山植物园 然后这个地方的复生植物种类 算是蛮丰富的 大概有一百多种 它只是住在树上 可是它没有跟这个房东 就是它这棵树 就是没有跟它乞讨食物 它还是自力更生就对了 举例来说 复生植物中的山苏 外形像鸟巢 掉化在树主枝干上 水分跟营养完全靠自己取得 不过寄生植物会穿透树主的树皮 掠夺养分和水分 严重影响树主生存 那寄生植物的话 它就会去跟它的房东 那个吸取资源 复生植物所需要养分 可以行光合作用吸收 那水分要从哪里获得 看看平角 叶片一光看 长成透明状 别小看这薄薄一片 吸水力超强 像这边水质都是湿度超过90以上 然后它就可以从空气中 直接吸取水分 它不用用梗 它就叶子就可以 那它的 树冠层水分来源不稳定 植物必须因应环境做出改变 像是日本卷范兰 身体就长出特殊的储水器官 你看它就好像一群豆子 趴在树上 然后它每个个体都有一颗一颗的 这个叫做甲球筋 然后是拿来储藏水分的器官 顺利活下来 还得思考如何延续下一代 复生植物中 绝大部分是蕨类和蓝瓜 其中台湾较为常见的蕨类 又是如何繁衍后代 蕨类靠包子完成世代交替 包子会借由水 风 动物传播 包子到合适地方 就会生长成原液体 也就是配子体 配子体的两端 会有藏经器和藏卵器 当受精成功发育成胚 就能慢慢长出根精叶 但是它就是以量取生 就是只要有万分之一 千分之一活下来 它这个物种它就可以存活 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复生植物 又因为外在环境变化剧烈 变得十分敏感 但复生植物因为它的寿命就比较短 然后它的变化比较快 所以我们会想要先从这些 反应比较快的指标物种 来做观察 研究发现 在未来一百年的气候暖化情境下 许多复生植物会受影响 像途中红块松懒 白点代表它的分布范围 一百年后会明显减少 台湾海拔分布最高的复生植物 玉山浮绝也不例外 这样的物种 它其实会受到 如果气候暖化会受到很大影响 因为它是高海拔物种 的确就做出来就是 它就不见了 尽管有些喜欢温暖潮湿的热带物种 可能因为气候暖化增加族群 但整体而言 复生植物的多样性在暖化的未来还是减少的 这张图能清楚呈现 代表复生植物多样性的暖色区域 在气候变迁的情境下 范围明显下降 生活环境很稳定都是冷凉的 气候下的这些物种 它们就是会受害 就是它们将来族群会变得很小 或者是灭绝 物种灭绝对人类会有什么威胁 现在还无法预测 只是气候变迁改变了环境是事实 身为生态系成员的人类 难道就能置身事外吗